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迪 我覺得我們DigiMobi 業務越來越多耶 因為有網友留言問我說 他有考到駕照 可是呢 他不敢上路 怕被罵成三寶 問我們該怎麼辦 考到駕照不敢上路 對 那我們再開個一日駕訓課給他好了 是OK啦 問題是我們兩個都在開車 那總該有個學員吧 我早就準備好了 我們歡迎西西 哇 天空變出一個美女 我好興奮 這沒什麼我們DigiMobi 偶爾都會請一些美女的上來 而且她是這個中姓兄弟拉隊的喔 我們請她介紹一下自己 哈囉大家好我是西西 西西請問你應該有開車經驗吧 你確定你要聽嗎 要我們要確定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開車 對對對 這距今好像有點久了耶 大概是2015年的時候 2015年 現在是幾年了 現在2019 哇塞 還好今天教練是她 教給她 教練好 教練好 沒問題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借了什麼車呢 那我們今天當然是借到最好開的日系小車 Suzuki Ignis當我們教練車 好 廢話不多說我們現在開始吧 走 好西西那我們上課之前我們檢查一下外觀 好的 看有沒有水上 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從這個帥氣的水箱護罩開始 好 它這個熏黑處理有這個運動化的感覺 再加上這個鍍鉻 看起來就有質感 這不是重點 我要是看 你看這邊就有洞 風進去讓這個引擎降溫 那所以呢 就要看這個洞裡面會不會有堵塞 有沒有一些垃圾啊樹葉之類的 確定沒有的話就OK了 原來它有功能 我還以為它是裝飾品 不是好看而已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頭燈 頭燈 檢查一下燈殼 有沒有損傷 然後看一下頭燈方向燈會不會亮 因為你到了晚上如果不會亮的話 其實蠻危險的 真的蠻危險的 對方看不到你 而且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走轉還是右轉 還有呢 它就是LED的頭燈喔 LED有什麼好處 它比傳統燈泡更亮 送命更好 而且點亮時間更快 那我們再到側面來看一下 好 側面 重要就是輪胎 輪胎呢基本上你就上這 開車之前就繞一圈 看一下四個輪胎 有沒有比較明顯比較沒有氣的 那怎麼樣做標準呢 你可以看一下這邊輪胎上 這有一個 有一個一個 那是這個輪尺 如果它已經五個輪尺都已經趴在地上 很明顯看你的車輪就扁扁了 有點太扁了 對 危險喔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目測的方式 那最好的方法還是在車上準備一個拍壓機 有工具可以看是誰的 你是不是戳一下 把那個氣出來之後上面就有讀一個號碼 然後跟你原廠的號碼是不是一樣 如果是OK的話就可以上路了 原來有事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車內看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好的 好 這個就是這台車的鑰匙 好的 它怎麼長得有點 跟我想像中不太一樣呢 沒錯 它是掃的鑰匙對不對 喔 對 我在找鑰匙孔 請問一下老師這怎麼用 其實現在很多新車呢 就是有這種免時鑰匙 就是其實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Engine Start & Stop這個按鍵 你就按下去 現代嗎 對 好 是不是亮了呢 它亮了 還沒有發動對不對 還沒 其實它這個動作就像以前那種鑰匙 你轉第一段的時候 電門會跑一遍 你看儀表板那些燈會亮一遍 這個好處是可以檢查看你測有什麼問題 你確定發動之後 如果有某一個燈還會亮 譬如引擎燈還在亮 那種黃色或紅色的燈就是警告你 說這個東西有問題 那我建議你如果某個零件有問題的話 你要迅速聯絡你的保障廠 或者是原廠 去給它安排時間去修一下 看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這種小問題 你拖久了之後就會變大問題 好 很重要 收到 不過我覺得它內裝還滿可愛的啦 剛剛一直在看別的東西 確實是滿可愛的 我好像一定要發動車子 你再來發動看看 好 再按一次嗎 對 好 沒有沒有反應對不對 對啊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踩出煞車 天啊我是三寶 這也是一個安全機制來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煞車踩住之後 發動之後 車才不會往前衝 我們先試試看 好我現在先踩住 再來看 再來一次 發動了對不對 耶我成功了 四年沒發車了 老師你會胖嗎 有點緊張 哈哈哈哈 這是求救的眼神嗎 看在希希這麼可愛的份上 就不要計較了 我們準備上路吧 好 走 威歐威歐威歐 嘿嘿 很靈魂耶 哇塞 哪位啊 誰啊 我是小梅啊 忘記我了嗎 拜託 太不過意思了吧 欸 偷偷辦了一個駕訓班 那就算了 還找了一個這麼正的學員 那有就算了 竟然不找我來當教練啊 就是因為有這麼正的學員 所以沒有招勵嘛 你老婆在你背後 她看起來很火 啊 是這樣喔 我好可憐喔 不過我覺得你真的 實在是喔 太猴急了 你急著 要趕快跟我們吸一吸去上 啊不 上路 上路 對啊 太不過意思了 你們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喔 女性最在意的就是 安全感 對不對 這樣 這台車呢 一個你搭載很豐富的 很齊全的那種安全配備喔 你都沒有講 就要上路了 這樣行嗎 對 我還跟你講一下 這台車呢 它有搭載那種主動安全 跟被動安全 對 那那什麼東西啊 好 我本身比較被動一點 喔 我比較主動 喔 被動 被動安全呢 就是說 當今天發生狀況 或撞擊當下 它可以減輕你的受傷的程度 比如說這台車呢 有搭載那個 HITEC的高剛性車體 喔 所以它可以確保你 撞擊之後呢 車艙的一個安全性 那再來它還有六具氣囊 喔 你撞擊的時候呢 它可以減少你的受傷的程度 對不對 這就是被動安全 那主動安全就是呢 這台車也搭載那 ESP動態循跡的一個 穩定系統 也就是說下雨天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 對 有時候會積水嘛 那如果你開太快 有時候會打滑 腳會扭一下 對 會扭一下這樣子 這時候呢 它系統會介入去幫你處理 讓減輕你的負擔 然後甚至避免打滑這樣子啦 那最重要的是 它還有HHC的 抖坡洗腹的一個輔助系統 喔 抖坡 這個女生很重要啊 對 女生我相信都很怕在那個什麼 斜坡洗腹 有點恐怖 對不對 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就是喔 在忠孝東路有一個地下道嘛 上坡的時候啊 他煞車一放開 他車沒有這功能喔 一路從六段溜溜溜到一段去啊 忠孝東路走九遍就他寫的 不要下班好嗎 先承認你就是你朋友 對對對 我找那麼大聽過最虎爛的故事 最虎爛的故事 對 我本來聽得這麼認真 這是什麼東西啊 欸 希希 這樣你懂了嗎 主動安全跟被動安全的差異 有 剛剛很認真在聽 那就來上路咩 好 走 而且上路是試駕意思嗎 是 沒有錯啊 應該有我這種豐富經驗的老師 是在CC上路 什麼 不是吧 等一下 我聽到老師去三個字了 我是說 在座的各位 誰駕駛精力比我豐富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下車 好 走走走走走 老師有點多耶怎麼辦 好 正式上路之前呢 要有調整正確的駕駛座姿 好 那你先把你的雙手 放在你的方向盤上圓 這樣子 好好的抓 這邊這邊 對 好像距離有點遠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要調整你的座墊 跟你的椅背 因為你應該是要靠著 而且有點自然下垂 因為你現在真的太直了 對啊 我現在完全是直的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椅墊 就要稍微往前 好 所以我要從哪邊 那下面有個 那個橫桿可以搬起來往前 這個 對 然後把它拉下來 對 好 好 好 再試試看 有 開始比較垂一點 好好好 好 那現在我們來調整你的腳位 你先踩在煞車踏板上面 好 要踩下去嗎 好 踩到底 這樣 踩到底你的大腿 都還是沒有是完全伸直的狀態 這樣子是可以踩出 最大的煞車力道的 OK 那已經調整好正確駕駛姿勢之後呢 還有三片這個後視鏡要調整 對 那首先我們來調車內後視鏡 那車內後視鏡 你現在可以很清楚看到 你的尾窗後面的影像嗎 完全可以耶 是剛好的 好 那這樣就是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調整 兩旁車外的後視鏡 那你要先轉到那個L的位置 這個 對 然後轉到這個 然後呢這個訣竅就是 你一定要讓你的車尾 出現在你左邊後視鏡的右端 差不多可以留到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 都有看到車身了嗎 有耶 有喔 其實還滿剛好的 還不錯 而且更有一個說法是說 差不多你鏡面的右下方 剛好照到你的車門把手 這個就是最正確的角度了 有 把手也看到了 有喔 好 那我們再來調右邊 這邊也是一樣調到R 好 就把它調整到就是 右車門把手帶接近在你的 右後視鏡的左下角 嗯哼 這是前面的把手 還是後面的把手 嗯 前面的 前面的 我現在看不到前面 前面只幫我的肉一點點而已 對 好 那你可以稍微調上來一點點 喔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差不多 因為這樣剛剛可以看到 那這樣就是正確的 嗯 好 那我們就要系上安全帶出發了 好 平常都拉右邊 下都拉左邊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剛剛很關鍵的要從右邊拉 老師你會怕嗎 嗯 還好啦 假的 呵 你緊張嗎老師 呃 受流汗了 呵呵 好 那我們就先發動引擎 好 有點緊張 嗯 哇喔 啟動了 哇喔 好 那現在我們先留在P檔的狀態 你稍微踩一下油門跟煞車踏板 感受它的回饋 好久沒踩囉 我的腳軟軟的 哈哈哈哈 好 那你有感受到了嗎 好 OK OK 那現在妳要煞車踩住 踩住 然後從P檔移到D檔 從P檔移到D檔 對 然後放下手煞車 咦 要按下去 我按不夠一大力嗎 嗯 嗯 嗯 是我的手力道不夠嗎 欸 為什麼 欸 那妳再試一次 等一下 對啊 為什麼 欸 對啊 我到底哪裡不對 還是我按的不夠大力 欸 不知道耶 啊 有一個 它有一個角度 對對對 對 我剛剛沒按到 好 那現在 握緊幫忙 嗯 聊車囉 欸 等一下 慢慢的鬆剎車 慢慢的鬆開 好 不用不用緊張 好 開始移到油門踏板 好 稍微補電油 你會緊張嗎 還好啦 因為現在速度沒有很快 嗯 旁邊有盒耶 嗯 有一段距離還好 對 老師妳有七個小孩 我也有五隻狗要養 真的嗎 哇 所以我們責任都蠻重大的 對啊 但因為它這台車喔 配的是1.2升的自然經濟引擎 嗯 相對的它出力 油門反應會比較線性一點 嗯 因為現在蠻多Turbo車 因為它低轉速度做最大的扭力 所以 有時候對新手來講 會構成一些駕駛壓力 好 它相對這個 一個你是它這個 自然經濟引擎 它 你踩多少 它才給你多少力量 相對是 對新手來講 是比較好操控的 嗯 對 不錯不錯 嗯 那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它 平均油耗有到19.9公里 嗯 我覺得 是蠻神奧的啦 那另外還有就是 因為它是小的都會車喔 所以 它迴轉半徑只有4.7公尺 所以我現在就是可以在這邊試著 直接迴轉一圈這樣 可以 對對對 好唷 那我來試試看 老師你有在那種很窄的路 就是迴轉過嗎 有啊 常常的 真的假的 我一次轉到底試試看 對對對 你看 那麼 這樣的寬度就可以掉過頭來了 對啊 因為其實窄向掉頭 有個特點就是 你車型的速度慢 可是你轉方向盤打方向速度很快 你可以在最窄的路款 趕快完成掉頭的動作 哦對 因為有時候就是 我在一些路上可能是 不是我開車 可以 我就看別人開 可是就在那種很窄的路就是 對 對 你也知道很多人會在那邊 尤其是山路 就是可能 是啊 可能大家要去哪邊 然後那邊比較 路比較窄 對 然後大家為了就是 停車的問題 對 或者是回頭的問題 會在那邊卡很久 對 這時候這種車我就覺得算滿方便 不錯 對 好 先停下來 然後方向盤打到底 進行個掉頭 就是那麼簡單 對啊 很方便耶 不錯不錯 對 那我現在要再試一次嗎 好啊 就是打到底 趕快打 你看 你看這樣就掉頭了 真的 很容易吧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上 道邊 好 你還好嗎老師 好 你是不是很緊張 剛剛坐完了一下 有點語無倫次 我們現在來上 倒車路庫這個課 好 那先往前開 好的 其實你可以看我們右邊 都是這種 倒車路庫的停車位 那倒車路庫很簡單 你現在不用靠這個停車格 離這個停車格外面 大概一公尺左右 想像我現在在停車場 只剩一格可以停車 大概一公尺左右 隨便挑一格 你看 喜歡的數字自己挑 好 其實我也看不到 地上是什麼數字 那我停197號 哇 好 那其實你看 你現在 右邊車門帶 是對到198號的這個停車格 然後 我們要停進197 這個時候其實你就是 先方向盤往右檔 先往右檔 對 同時你開啟這個雙黃燈 對 好 好 然後排路R檔 對 要放R檔了耶 對 好 然後慢慢的鬆開煞車 所以有時候倒車是不是都是 算是 算是在 靠著對面的 在 在那個調整 對 你其實這時候可以 從兩邊後視鏡 看你左右車尾有沒有在這個停車格內 好 如果左邊比較靠 快要靠近邊邊 你要稍微修正一下 好 然後車頭對正以後你就打直 打直 他這樣跑回來了 對 對 你這樣就完成了 但就是 很空曠的時候是沒差 但其實是有車子的時候 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沒錯沒錯 如果比方說你兩邊都停滿車的話 沒錯 要抓很準 對 對 非常好 非常好 開心 讚 睽違四年的停車耶 老師啊 有天分 非常好 謝謝 至少我覺得我有一件事很安全 就是我每一個都很小心 對 就是不要至少像有一些人 自以為技術很好 然後就 沒錯 至少我每一個步驟都小心翼翼的 對 太好了 謝謝老師 那我們倒車路鋪結束 再來一個路邊停車 路邊停車是那種橫的 就像外面那個嗎 沒錯 對 好 那是不是又有點S型的倒進去 對 你看我有點概念 有有有 很好 有天分 好 好 好 那我們一樣喔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都是這個 路邊停車的車位 嗯 那我們來停一個 嗯 165號好了 165號在哪裡呢 喔 看到了是我一點鐘方向的那一個 沒錯沒錯 好 那我們就先往前 我們要先往前 對 好 那我要靠近它嗎 差不多 嗯 離它大概50公分左右 嗯 好 差不多跟它切齊後 嗯 好 那我們就開始打阿檔 好 我們又要回去阿檔了 對 我們開啟雙黃燈 嗯哼 好 往後到了 慢慢鬆開煞車 然後方向盤要迅速往右打 會 對 右到一個不行嗎 對 打到底喔 打到你跟整個停車位 切45度斜角的時候 打直 好 現在可以了 然後再往左打到底 好 好 慢一點 尾巴可能不太行 好 那我們先停一下 先停一下 然後往前開出去對不對 對 往右打 往右打 好 往右打到底 那我們再往左打到底再倒車就好 反正就是一點一點的橋就對了 對 沒有阿檔 我沒有開 對對對 欸 是對的嗎 對阿檔沒有錯 好緊張喔 對 不用緊張 往左打到底 你好適合去當教練喔 真的嗎 好 好有耐心喔 再往前 現在這樣差不多可以往前了 然後再往右打 果然開車還是要常練習 我覺得路邊停車的大小也是一個 靠一個感覺 對 對 那我們Ignis因為它車長不到四米 所以在都會停車是很方便的 對啊 對啊 我不要去試那種很長的車 我試這種就好了 沒錯 很長的車很可怕耶 對 因為我看到人家都 有些人都會很俐落的這樣 一下退後一下前進 然後就在跑跑進去 沒錯 所以初學的開這台真的滿適合的 我都可以了 你們一定也可以 對 誠摯的推薦 沒錯 那接下來呢 一些比較高速的公路駕駛 就我來示範給你看 好 我本來想說 欸高速我滿有自信的 真的嗎 好啦好啦 還是跟著老師去都封好了 好 我放鬆一下 OK 我也要放鬆一下 完全封 頭上好像有汗 對 我手都流汗了 不用緊張不用緊張 你現在還做得很安好 沒錯 不過你真的非常有甜品 謝謝 感謝老師 我不是三寶優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實際上路了 好 而且我們就選比較高速路段 好 那高速路段其實你看 像我們現在是扎道 進入這個主車道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打方向燈 對 而且你一定要看後視鏡 看你是不是可以安全的 進入這個主桿道 好 進入主桿道了 好 那當然呢 因為通常內線都是超車道 那我們就會浪出來 那我們就開在這個外側車道 好 那你也可以看到像我們一上來 它會寫限速70公里 那一樣我們就寫70公里 並且呢 要去跟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距離 對 滿多那種連環車禍什麼的 就是因為有點距離太近了 對 對 那像安全距離的話 以前大部分人都會講說 時速70流7個車身 時速80流8個車身 時速90流9個車身 可是太抽象了 對啊 對 因為你懂得知道 你像跟前面是不是有保持足夠的 7個車身還是8個車身 那後來有人就有加一個 很有用的一個交法 就是說 你可以找前面的車跟路邊某一個標的物 比如說像我們前面那輛車有沒有 剛經過這個橋蹲有沒有 有沒有 它經過橋蹲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數 1 2 3 4 如果我們可以數到4的時候 剛好我們的車也經過剛剛前面這個橋蹲 那表示我們兩台車安全距離就是足夠的 對 原來如此 就用這個方法判斷 那其他的話 盡量離大車遠一點 對 這真的是不管是開車還是在路上 騎車走路真的 對 就是遠離大車最好 沒錯 因為大車它 你開在它前面它有可能撞上你 你開在它旁邊它可能看不到你 就視線視角 對 那就算你開到它的後面 那可能那個後輪裡面夾石頭會打上來 會把大風波林又打到 嗯 其實真的是離大車遠一點最好 好 那我們已經開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回去分享一下今天的心得吧 好 好我們今天開到一整天的 老師你怎麼了 老師 教練 這個光打得太亮了 現場光太亮了 好今天開到一整天的Ignus CC你覺得這個車怎麼樣 首先我們來聊一下它的外觀好了 我自己是覺得它的外觀真的是蠻可愛的 很適合女生 然後裡面的內裝跟外面就是 它整體的風格都是比較偏向於可愛 然後看起來就是就是我覺得看起來很舒服 是我喜歡的設計這樣子 嗯 嗯 那空間部分妳覺得怎麼樣 空間的部分像是 呃 您看得出我身高多少嗎 那我們都是有差不多180左右 哈哈哈哈 那我應該有100 我應該有175喔 你有你有 你有 像我這個身高啊 就其實蠻算 以女生來講算高 可是我自己坐進去是覺得就 欸 其實整體的空間是蠻剛好的 而且還算有空不會太急 開起來也都蠻舒服的 所以不會像說覺得說 它看起來好像很小台 可是 就是坐起來很擠 其實是完全不會的 坐起來蠻舒服的 嗯 那行李箱空間你覺得怎麼樣 行李箱空間 喔我自己也 我蠻常就是出國的 然後我的行李箱其實都很大一個 可是我剛剛看它後面 就是也是都可以放得下 我自己有跑到那個後面去坐 對 不管是它的後座還是那個後車廂 我覺得空間都還算蠻大 怎麼這麼神奇啊 對啊 很不錯對不對 你要不要進去躺一下 好 因為這個適合 喜歡坐在後車廂 就是 不是啊你們不覺得就是 會想要試試看嗎 不會這樣嗎 我每天都這樣 我每天都躺在那邊 對 不過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一定要問西西 這個問題 絕對是今天的重點 什麼 重頭戲 問了之後 這個也很好的 不是Andy 是Andy 哦 請問西西 嗯 請問今天的教練 你最喜歡哪一個 教練喔 對 我最喜歡的是教練 車 這個老師 很會 真的很會耶 好啦 那也沒什麼搞頭了 欸不是 那我們 今天這個駕訓班就是大成功 那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有什麼問題 包含你就 看了這集之後 你發現你還是不敢上車的話 不敢上路 不敢上路 不敢上車 不敢上車是怎麼樣 這下個鬼嗎 不敢上車 不敢上路的話 歡迎你來參加 或者是你覺得你比西西還要正 還要比他還要年輕 欸是 就是現女性大概20歲左右 那你們玩的 下一集沒女性 你會被他們討厭 我跟妳講 對對對 我怎麼會講這種話 丟刷 收回來 那對於這台車 Ignus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